第一实体 在一个真空的密闭容器中 放入甲乙丙丁四种物质 于适当的条件下使其充分反应 经过一段时间后 测得相关资料如下表所示 关于此反应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看到我们的乙从1变成25 那么它多了24 所以它应该可能是生成物 而我们的丙原来2公克 后来还是2公克 它的质量没有发生改变 所以它可能是催化剂 而我们的丁原来是32 后来是14 所以它的质量减少了 所以它可能是我们的所谓的反应物 那么它的变化是我们的32-14 是我们少掉了18克 那么我们这里生成了24 可是我们前面少掉了18 所以我们还需要少掉6 所以另外一个甲也应该是我们的反应物 那么它呢会反应出我们的6公克 少掉6公克 那我原来有6公克 少掉6公克 所以我就会剩下的就是所谓的0公克 所以选项A 我们说反应后假的质量为1公克 那这个应该是错的 它应该剩下的是0公克 那么选项B 以和丁的质量变化比为3比4 那么以的质量变化呢是24 那么丁的质量变化呢是18 那我们除以3的时候是8比上6 也就是4比上3 所以选项B呢也是错的 不是3比4 而是4比3 选项C说 甲汉丁可能是此化学反应的反应物 这我们前面讨论过了 这个是对的 那么选项猪说 以和丁可能是此反应的生成物 那么以次生成物没有问题 可是丁可能是催化剂 因为它的质量没有发生改变 所以呢猪的选项呢也是错的 第10题问我们说 关于此反应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甲汉丁可能是此化学反应的反应物 我们下定的选项